那么根据今年拼超联赛的变革 第三场 第三盘这个双打的是三局两分制 决胜局是七分制 因为这场比赛呢 就是宁波海天队的延安和翟一鸣呢 应该说肯定会占优势 因为这两个选手呢 整个速度要快于佩尔森和雷振华 在这儿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老将佩尔森今年是46岁 虚岁要47岁了 1966年出生 曾经在40届41届42届世兵赛 获得了代表瑞典获得男子团体的冠军 另外呢在41届世兵赛 他是获得了男子单打冠军 佩尔森应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拼弹长青处 他也是这个乒乓球这个项目 整个发展的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 从88年汉城奥运会 到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 他经历了这个七届奥运会 但今天拼朝联赛的赛场上 还有他的一席之地 确实值得我们敬佩 之前给大家介绍了 可能很多人对天津队的马云泽教练 为什么引进了这么大年龄的一个运动员 其实这个佩尔森和中国很多运动员都保持很好的友谊 再一个呢 他呢非常希望 就是一直有这个愿望到中国来打拼朝联赛 但是一直没能形成 今年终于如愿了 我想呢 这个作为一个俱乐部队 他所引进的这个队员 自有他的一些想法和影响力 就是说佩尔森呢 他是一种精神 是可以说是很多运动员的学习的榜样 能够这么热爱乒乓球 坚持到现在 我想呢 可能很多运动员就是 我想就是说对一个项目能够这么执着 达到这个岁数 一般人是很难做到 当然了也是客观条件要允许的情况下 才能坚持到现在 大家看到延安和宅一鸣 延安的这个运动员呢 是非常有灵气的 而且他打球速度也很快 并且有激情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 佩尔森和雷振华配合双打 应该是比较顺手的 因为他之前这么多年 原来一直是和瓦尔德内尔配合双打 也就是两个右手配的比较多 中文字幕——YK 延安拉起来 好球 延安这个球非常灵巧 从正球抢位抢到反手的时候 在台面上把手抬高 轻轻的一个弹击球 很清零 很轻巧 它不像有时候吧 你在跑动当时一击球 这个人啊 架起来 肩膀也架 击吼吼的 这个球好像已经到了这个 眼睛这块 鼻子这块 但是刚才延安这个球 它处理的就是很从容 很淡定 这块 是 哎呀 雷震华 这把球想用反手拧拉一板 球拉漏了 这样11比9 宁波海天的延安和翟一鸣先胜第一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队伍 在前十轮的比赛情况 第一轮 这个 宁波海天是2比3 在揭幕战的时候是西败给了山东武能 之后是一直保持连胜 也是一支神奇的队伍 一直到现在都是保持全胜 宁波海银行天津呢 是第一轮是3比1战胜了四川长虹 当然整个这个平常联赛男子四川长虹呢 相对弱一点 现在我看看 现在还没有赢球 四川长虹 就是邱易可 许瑞丰 这是队伍 在这儿呢 再给大家熟悉一下这个各俱乐部男子的一些情况 宁波海天有马龙岩 朱世贺 上海金外池 有王立琴 许心 山东鲁能 有张继科 方博 张超 渤海一行天津 有好帅 佩尔森 雷震华 江苏中超电缆 是有马林 陈启 徐辉 八一 荣胜 中功 有王浩 周宇 霸州海润 有崔庆 蕾超 四川长虹呢 就有邱易可 和许瑞丰 好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双方的第二局 好 攝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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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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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的开局 雷正华 佩尔森 在反手 上圈球 这个环节上 是加强了凶肯和质量 现在第二局打成三平 八球的是佩尔森 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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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富足 十一枚 八球 他烧了一碗挑了个青球 对方拉起来之后 佩尔森反拉是失误的 喊呦 老人 喊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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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扎尔森反手 他是抹了一板 这个球是很有学问的 大家看到 抹了一板 但是这个球很难接 侧旋 旋转强 这也是一个经验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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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腋到了 雷正华的正手大脚 雷正华正手拉球下网 延安慢搓 防一般 这分翟一鸣和延安都处理得很小心 因为是比分领先 现在十平延安发球 哈尔森白短 再回短 反拉 这篮球我们看到延安还是显得有威胁 年轻 球的质量高 在双方斗短连续回短控制的时候 雷振华想反手拉一板下旋 但是位置没有跑好 人怼得在太前 这个球呢又比较长 所以拉到了板边 现在雷振华和佩尔森 七比十二落后 发球的是雷振华 大家看到这个叫暂停的宁波海天队的教练呢 是刘国 是中国平方球男队主教练刘国良的哥哥 刘国栋也对乒乓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最早呢 从河南队到八一队 然后八一队呢 又到了在中国平方球女队做男帮女 他这个打法是反手生交 胜手反交 之后呢 又参与了拼超的执教 那么又在新加坡女队 也执教了很长时间 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你要注意点天天就玩了 对 你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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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变得 对 对 对 …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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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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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效果…效果…效果….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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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平 这个球啊 老将佩尔森啊 很有经验 他的这个经验 他前面这个接发球 你看他轻飘轻晃一般 这个球前面一直没用 关键的时候 其实这球威胁并不大 但是让对方吓一跳 往后一躲 这个完全是延安和翟一鸣乱了 第二局打的延安和翟一鸣呢 是响赢 有点怕输 或者说响赢的时候呢 处理球呢比较小心 那么双方在这场双打比赛当中 前两局就打成了一平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七分决胜制 运动员呢 他有很多种类型 有的运动员呢 就特别听话 听教练的话 教练说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有些运动员呢 他自己比较有创造性 自己比较有主意 在场上呢 他是能够主导自己 但是教练呢 是作为一个参考 有些呢 他是场上 比如说他看不到一些问题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他就确实要问教练和场外指导 这个球我是不是该怎么样最好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七分的决胜局 来吧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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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白短下网了 那么之前我们也分析过 就是延安和翟一鸣啊 他们俩应该是速度要快于 佩尔森和雷正华 但是现在啊 感觉就是说 延安和翟一鸣的处理球 没有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 现在3比1 1比3 黎正华的接发球 没有接出质量 轻挑的时候 让对方有准备的 拉了一板加转 使延安反拉 拉丢了 那么七分制呢 板板都是金球 这轻挑 轻挑之后 你看这球就显得保守 因为在正手的球 还在用反手 那正手就形成正手对拉 所以刚才这个翟一鸣是 调过身子来 还用反手 想轻挡一板 就明显的这个处理球啊 就不够果断 延安拉起来 这里边啊 就说两个人配合 要有一个为主的 那么延安必须要成为这个场上的一个 主导的一个队员 来带动这个翟一鸣 以他的灵巧 变化速度 现在四比三 打赏速度 还是延安得分 接发球用反手拉起来 拉到佩尔森 中间位佩尔森 侧身 追身拉球失误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 比分 七分是每个球都是金球 大家都格外的珍惜 都不想失误 不想 这个 发太大的力量 但是又想得分 六比四 延安发球 小一鸣拉起来 佩尔森华反拉 出界这样七比四 宁波海天队 又拿下了这场双打比分 比赛 双打的比分是2比1 最后是七分制 延安和翟一鸣 取胜 七比四 加油 谢谢各位 大家看到这是今天的整体比分 是3比0 宁波海天 拿下了这场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看了这场比赛 确实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